如果你要拽写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定是写在模组里面 写在模组里面 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你上个礼拜没存到档的话 那可能一种状况就是按右键把它移除掉 也许你切到 Video Basic 打开来之后的话 可能会有一种情况如果上礼拜你没有存 你刚有存档之后看到那些东西有个模组 但是如果你假设你上礼拜是 没存到档你可能今天一开它又空了 那怎么办没有关系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开始撰写VBA的话 记得一件事 一请你先开启开发人员 这应该刚刚讲过没问题 二的话呢请你再开启 Visual Basic OK 一这边二对不对 三的话记得 请你一定要先在这边 加一个模组 那如果你之前已经有写过你之前像那个录制聚集 有没有它会帮你产生一个模组你可以写在下面没关系 或者是如果你不要写在一起你可以新增另外一个模组写在第二个模组里面也没关系 都两种方法都可以 OK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分开你放一起也可以 那你要把它分开另外一个怎么加特别注意 所以第三个步骤的话请你在这上方就按右键 右键之后插入它会有个插入你就选模组就可以 特别之后按右键插入模组有没有 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新模组反正以后 如果没有模组你就记得就插入模组在上面写程式就好了 OK大概这样的流程 所以这个步骤都一样 以后不管你写任何VBA程式 反正就记得这个步骤就OK了 插入模组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右边就有一个白色的区域 那如果你不小心关闭你可以再把它点两下 它又打开了 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小心被遮住 像之前有同学被遮住 老师你有可是我没有 就它又再插入一次 可能它又跑到上面来又看 它一直增加 其实太多了 它有时候会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把这条件往下拉 多的话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把它移除掉 要不要汇出不要 OK留一个就好了 记得不要太多个 不然将来这一堂课写在这边 下一堂课又写另外一个 写都写好多重复的也不行 反正你里面也不能有重复的名称就对了 OK然后模组 接下来怎么样撰写第一个VBA的程式 特别是如果将来假设我要产生一个按钮 名称叫做也许叫门号好了 门号 然后呢这个门号主要是要输出我之前的公式 因为我如果要撰写那个对应的程式 可能用VBA来写会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 就是我干脆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帮我怎么样把这个公式直接就丢到这边来 所以也许我们假如这个公式可以先复制一下 如果是要复制复制完之后假设我们这个东西清掉了 清除啊清除把它删掉 如果说我们有点像这样 就是说我如果希望把游标放在这边之后 VBA自动帮我把公式直接输入到这边直接就打勾了 就输入到这边的话 这个动作在VBA该录而做 特别注意喔 我刚刚讲过一开发的人VBA 再来的话呢一个模组 如果说你要写第一个VBA程式的话 而且这个VBA是对应到一个按钮喔 特别说如果是按钮的话 请各位在这边打一个关键字叫Sub 反正以后呢 所有的按钮程式都是Sub开图空一个 那这个Sub公式一般翻译叫做子程式 或者叫副程式也可以啦 反正意思就是在模组里面你可以写很多个Sub 那名称你就给它 比如说我这个名称给它叫什么 门号 也许我这个是要输出门号 底线 特别说 这边加个底线 记得这个不要加减符号 这个符号 符号里面除了这个underline之外 其他符号不要用 否则的话很容易出错喔 OK 有些符号可以用 有些不能用 那有一个符号一定可以用 就是底线 除了底线之外 我建议其他不要用 不要用空白喔 因为每次加空白这里不对 底线 然后加公式 OK 我这个门号是用公式输出的方式 帮我产生的Enter 直接打完Sub 然后门号里面Enter一下 那你会发Enter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 或挖符 跟EnterSub 当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不过我觉得有点他自己也会产生 那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省了很多功夫 OK 然后呢 接下来在里面打程式 按个TAB键 习惯上按个TAB是下一阶 下一阶打什么呢 我要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帮我输入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去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特别注意喔 接下来我们要撰写的就是 把公式丢到这个储存格的过程 特别注意喔 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丢到这个储存格 储存格特别注意喔 刚刚讲过 它的物件名称叫Sale 有没有 然后加S是说 我这个集合里面的哪一个 刮符 你如果打一个Sales刮符之后 他会出现什么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看到 出体式的地方 Roll index 意思说 白话意思说 哪一列啊 你要输出到这个范围里面的储存格 哪一列啊 我要输出到第二列 2 所以你就输入2 逗点 第二个问题是Column 这个是Column Column是蓝 index 哪一蓝啊 我们其实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算 12345 你可以输入5 后刮符 这样他就说 你指的就是12储存格 但是呢 有时候蓝有时候比较麻烦 如果你是比较后面的蓝 比如U好了 U就是吧 A B C A B C 你又算半的这些 对吧 我现场就是吧 20 算了 如果你不要用数字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给一个文字 加一个1 这样也可以 我是比较推荐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这样比较好理解 12储存格 后面呢 请你加个等号 等于后面加两个双语号 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公式放在这里面来 那特别是公式放在这边 这个等号 请各位注意 不要把它当成以前你们理解那个数学里面的等号 这个等号呢 它的真正意思是把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的意思 跟以前你所理解的那个等于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等于 它在这边应该是把后面的资料 赋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所以这应该是比较像 传一个传值过去吧 传过去 传到前面 比较像这样 所以你理解到 因为之前蛮多同意 一直被以前的数学的等于给限制住 空空空前 老师 你这边为什么先等于 可是你呢 这个地方怎么这样用 就是因为你以前的那个观念把它带 不要带过来 请你把它先忘记以前的 重新理解 重新了解 OK 那怎么丢过来这杯主要 再来的话 把这个上面的公式复制 这杯主要 复制 这一上面的公式 直接丢到这个双引号里面去的意思 意思是说我将来会把这个公式再丢过来 不过会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会发现 这一串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双引号 那特别之后 这个双引号 在VBA里面已经被用了 拿来当什么 你会发现 在VBA 在VBA里面 双引号 这个是当自算符号 那这个公式呢 如果你把它放过来 它会砍 你这里面也有双引号 到底里面的双引号 是什么用途 所以特别之后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将来你要把这个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放进来之前 请你多做一件事 请你把这个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变成两个 有没有 变成本来一个嘛 你就把它变两个 所以特别之后 你贴上来有几个方法 像我以前是贴上去之后 然后再慢慢把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都变两个 可是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很容易做错 所以后来我想一个 有一招最简单 什么呢 贴到记事本里面取代就好了 取代完贴过来 绝对不会错 OK 所以特别之后 那怎么取代 我一一 特别之后 先写这样 然后再把这个公式 丢过来之后 请你把这边复制一下 找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记事本应该在那个 附属用程式里面 有个所谓的那个记事本在这里 那就把它贴到记事本之后 用编辑里面有个取代 那取代的话 就是意思说一个 变成两个 一个双引号 帮我变成两个双引号 全部取代 好 然后就把这一串东西呢 复制之后 直接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贴到这边了 不过贴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奇怪 我们刚刚 奇怪一直点 点不到 为什么呢 特别是有一件事 你如果现在游标 还放在这边的话 你要切到V就贴 会切不过来 点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游标还在这个公式里面 所以怎么办 请你按取消 然后把刚刚这边取代完的东西复制 贴到哪里呢 记得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去 好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 OK 上面有个执行 对不对 你就可以把它弄了 我们弄弄看 不过弄之前 可能要先把这边先删掉 删掉之后 确定一下 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丢过来 把这边 特别注意 把它拉起来一点点 然后执行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呢 丢到这个 这个储存格里面了 就是这样哦 OK 应该不难理解吧 那只是说目前呢 只有丢一个 那后面还有很多个 对不对 所以待会呢 我会再教各位 如果做回圈 那什么叫回圈呢 回圈就是 重复帮我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放在不同的列 所以呢 回圈里面有个变数 就是不同的列 把列变更就好了 OK 所以 这个写 啊写的话 如果你怕写错啦 云端上其实也有吧 在哪里 在第13页 这边有没有 所以这一串东西 实际上是用取代而来的 OK 我是把它贴到基本 把它取代一下 那清除的话 另外你可以再 增加一个 一个副程式 叫SUB 如果要清除掉它的话 然后也打个SUB 空译格 然后打一个清除 那清除掉它的话 Enter一下 其实就是很简单嘛 一样的东西 就是那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里面呢 帮我放什么 按一个tape 下一切 放什么呢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是两个双 这个叫没有东西 应该是 比较精确的说法 应该是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 这个叫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在这边 意思其实就等同于清除里面的文字的意思 那我们再把它执行一下 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清除就OK了 然后再执行一下 有不要放 特别说 如果你要执行 请你把游标放在SUB跟SUB的中间 按个执行 这样就有了 OK 所以这边 那只是说目前呢 他只会针对某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要整个范围做的话 就要回全 然后外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好 这个是 这个VBA的 第一个阶段 所以以后 写VBA的话 一 开发人员 VIOBAT 二的话 按右键 插入模组 反正一定要有模组 三个的话就是一定要SUB SUB名称呢 也许我这边是取门号底线公式 如果你觉得太长 没关系打一个 其他名称也OK 那个名称的话 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 但是特别只有就是 符号里面只有底线可以用 其他都要用 然后一样的方法再做一下 请各位先示意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底下全部的范围 我通通都要让它呢 自动输入公式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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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